轰动全国的蒙古女郎命案 两名被控谋杀的特警 去年被上诉庭宣判无罪释放后 案件再次送到联邦法院上诉 今天两人终究难逃死刑 联邦法院推翻上诉庭的无罪释放 还像缺席的37岁武长西鲁下达戴普令吉呢 可是判处两人死刑 真的能为这一桩长达9年的命案做个了结吗 还是徒留更多人人无法停止想象的疑点呢 疑点1 阿都拉萨 纳吉幕僚阿都拉萨为何会牵涉在蒙古女郎命案呢 私家侦探巴拉苏巴马连在宣誓书上揭露阿旦都亚 曾要求阿都拉萨给50万美元和三张回蒙古的机票 不过这一份说辞在隔天被他自己推翻 他之后逆藏在国外 2013年巴拉终于回国 但回国不久就因为心脏病去世 这个50万美元迷只剩下阿都拉萨本人才能揭开 1点2 炸药杀人 2006年11月6号 两名特警被告平常执勤时 只获分配手枪和子弹 但他们如何获得炸药 继无四唇四消酸纸和旋风炸药去杀死一个人呢 1点3 杀人动机 按照供词 两名特警也只是受阿都拉萨所托 驱赶阿旦都亚的纠缠 为何最后却要杀害他呢 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点4 真正元凶 2006年11月23号 阿都拉萨在吉隆坡高亭否认有罪 历经两年后也就是2008年10月31号 说使谋杀蒙古女郎表面罪名不成立 当庭释放 两名特警以谋杀罪判处死刑 但是谁要他们杀人灭口的 背后真正元凶毅然沉迷 这四个疑点 真的因为两名特警被判死刑而获得解决吗 Cait Sana好 Cait protesters C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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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it